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访问中还谈到了对当下流量艺人的看法 周传雄说 流量有一个缺点 就是看不到真正的作品 比较浮于表面 时间比较短 它不像一个作品可以吸水长流 这样的话一出口 立即在网络上引起了争议 有人说这都是实话呀 有人说这像是在内涵木美琪 甚至一棍子打扰了一传人的椅子 甚至还在弹幕上面讨笑 他说又当又立 这么糊还这么做的难艺人不多了 搞得你很多作品很火色的等等 提到周传雄呢 确实是一位作品型的艺人 拥有许多耳熟能详的代表作 但曝光度低 他跟当下娱乐圈那些热度非常高 但缺乏作品的流量艺人相比 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类型 把这两种艺人放到一起讨论 是极具引造话题的 比如说这个之前周传雄和孟美琪 以不同的身份参加 相遇在天赐的声音 即使双方没有一句对话 但是引发的话题还是火爆群网 到底为什么呢 像周传雄这种被冷落的实力艺人 代表的是理想 而孟美琪这种被追捧的流量艺人 代表的是现实 两者被对立而引发尖锐话题 正是源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我们常说作品是艺人立足的根本 艺人应该靠个作品说话 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大家都希望所有有作品的艺人 匹配更好的资源 获得更多的尊重 但现实是流量更容易带来 实实在大的商业利益 所以这个时代的媒体和制作方 更愿意去捧流量艺人 而选择性的忽视那些过期的实力艺人 周传雄在采访当中半开玩笑的说到 我们这些音乐人 那有时候也想去弄一点流量来 没错 流量确实是个很现实的东西 就像我们普通人提前一样 只拥有他的人 貌似会让人鄙视 但没有他的人 个个都会惆怅难过 此次周传雄现场电影 在线夭视的主题曲 不恰恰就是流量带来的资源吗 如果前段时间 孟美琪事件没有被吵得飞飞扬扬 那么今天这个OSC的歌手会是他吗 也许可能会是吧 但是可能性要小很多 周传雄老师说 这是他出道33年以来 演唱的第一首电影主题曲 你看看吧 33年第一次现场大荧幕 为什么之前没有机会呢 别说老师不想接 以老师现在的心态 在地规格的商业都不排斥 又怎么会不想接呢 周传雄之前也接过几次OSC的工作 但是都是电视剧的 比如说2012年创作演唱过的 《行宁师爷之迷情双龙》的主题曲 《探别离》 2017年演唱过的 《上古情歌》的插曲 《上古之诺》 以及《最玲珑》的插曲 《不如笑归去》 《探别离》 好歹是创作和演唱全包是主题曲 而《上古之诺》和《不如笑归去》 就是仅仅演唱了 《剧中众多插曲》中的一首而已 但这剧也不算什么大制作热播剧 这对歌手来说 算是比较底层的资源了 所以无畏数的酬劳 存在感还低 如今现场这个大荧幕呢 档次肯定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片方会选择周团熊老师 来演唱电影主题曲呢 这个原因有点明显了 剧院内的人士透露 片方在选择OST歌手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是歌手当下的卡位 能否提升电影的规格 比如说井王菲 刘德华 浙杰伦 纳英这些 那问题是这些艺人呢 通常都是看不上的 费用也挺高的 至少都是七位数了 那么其次就是考虑歌手 是否是自在流量的 虽然不一定会为了这首歌 就去看电影 但是至少能够为电影吸引一些关注嘛 也不枉费花了这些钱呢 再者呢 就是也唱的好不好的问题了 毕竟唱的好的歌手太多了 随便找个18线的选述歌手就成了嘛 以周传熊老师来说的话 他在花园乐坛的历史地位挺高 但在当下娱乐圈的咖啡 肯定不是偏方的目标人选 其次他也不是那种自带流量的艺人 那么如果没有前一阵的 和孟美琪的那个事件 所引发的热度 再是妖魔 极有可能就不会邀请周传熊 来演唱电影主题曲了 而且偏方呢 都没有让他创作 单纯只是邀请他演唱 或许有人反驳 谁说周传熊没有流量啊 通过上次那个事件 不就证明了周传熊的流量 比孟美琪还要大吗 这个我要究竟一下 那不叫流量 那叫做歌迷基础 流量是什么 就跟水一样 要流得动的才叫做流量 要能够随时并线的才叫流量 你看看那些年轻的流量艺人 在网上各种话题 各种数据 非常活跃非常漂亮 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会备受关注 这才是最被商家 和制作方青睐的流量 要不那些粉丝偏天打榜 空评做数据 你以为多的啥呀 如果你说周传熊歌迷多 那么就是证明流量大的话 那么可能上一辈的老艺术家 哪个不是流量艺人呢 直到周梦事件爆发之后 周传熊这个名字高居热搜不下 这才算是真正流量来了 这次他点评流量艺人 再次引发全网热议 这也是流量的再次体现 比如说喜欢小刚老师的你 会因为他而注意到这部电影 这就是流量而发挥的作用 那么没有这个事件之前 即使小刚老师演唱了 某部影视作品的主题曲 可能也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 包括他数量庞大的歌迷 大家只会默默地聆听 老师那些细史长流的作品 而鲜少出来参与到江湖纷争 作品是细史长流的 但流量一定是波涛汹涌的 这就是让人又爱又恨的流量 至少在当下周传熊老师 是一个有流量的艺人 所以他获得了这个OST资源 虽然也是件挺讽刺的事 但是这就是现实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小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